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Gracelife 今天我要邀请你跟我一起在家 GET READY 我等一下要跟我老公出去约会 所以我想说化点妆 特别打扮一下 让她开心 所以我想说 我邊化妝可以邊錄給你們看 真的是有點困難 我從來沒有說邊化妝邊講話邊錄的經驗 所以呢有一些地方會就是 不是非常的清楚 那你們就請你們見諒 Anyway如果呢你 Oops Anyways如果呢你們想要知道我是如何化妝的 那你們就繼續觀看吧 OK首先呢我要把頭髮給弄開 這樣子呢才不會用到臉上 在化妝的時候頭髮才不會在那邊很煩 再來呢我要先從防曬開始 現在話說是冬天 但是呢防曬還是重要的 因為要防曬呢以後我老了才不會有很多的皺紋 那我呢基本上不是一個什麼彩妝專家啊 然後其實我對化妝也沒有太大的研究 全部我所畫中的技巧都是上網學的 一切的技術啊還是什麼的 都是差不多的 為目的 看起來好看就好了 所以呢我像剛剛就先把那個 防曬油給抹上去 OK 再來呢因為我是一個熊貓小姐 我都被襪子掉下去了 OK 襪子拯救成功 Anyways What was I saying 因為呢我是一個熊貓小女孩 我好像從大概國小吧 就開始有黑眼圈 我記得我小時候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欸你是不是原住民啊還是怎樣 因為我就是很黑很黑 然後眼睛大大的 這跟黑眼圈有什麼關係啊 反正呢 我小時候 我小的時候 我小的時候 是籃球隊的 所以呢常常運動 曬太陽 所以曬得非常非常黑 然後所以我小時候 人家都會問我說 你是不是原住民 but no I am not Anyways OK So 防曬油塗完以後呢 再來呢 因為我有黑眼圈 所以我會用一個 比較是屬於橘色的 蓋黑眼圈的這個東西 叫做 Sephora Color Correctors 所以呢 這是比較算是橘色的base 然後把它放在眼睛下面 點一下 因為黑眼圈算是綠色藍色的那個底嘛 所以我們就用橘色去把它cancel掉 所以呢 我再用這個spunge 已經是濕濕的spunge 把它暈開 不是暈開吧 應該算是 把它散開 然後呢 另外一邊 然後呢 用起來 用到差不多 這樣不錯就好 剛剛呢 那個粉紅色 不是粉紅色 橘色弄好以後呢 再來呢 因為是橘色的嘛 所以你要用另外一個 顏色把橘色蓋住 所以橘色就是先把 黑眼圈蓋住 然後呢 再拿另外一個過去把橘色蓋住 所以呢 黑眼圈就看不見了 基本上就是這個道理 我剛新買了一個這個 Age Rewind Maybelline Age Rewind Dark Circle something something I don't know exactly what it's called 但是呢 我最喜歡的是用這個品牌 然後是用這一個 因為呢 用起來 已經用很久了 然後都還蠻有效的 但是之前 之前我有一個 掉到地上 然後上面 因為這上面是 這樣毛毛的 這樣 你剛看得到 哪裙看不得 Anyways 毛毛的 There you go 哈哈哈 毛毛的 所以呢 掉到地上的時候 因為我並不是最最勤毛的 那個 那個叫什麼啊 家庭主婦 所以呢 地板上廁所 有一點非常多的灰塵 然後所以呢 它掉到地上以後呢 灰塵全部都蓋住了 所以就實在是有點噁心 所以呢我就 想說 反正只剩下一丁點而已 就把它丟掉算了 我那個丟掉 也不要把那些灰塵抹在我的眼睛下面 Anyways OK 所以呢 這個呢 給它畫個三角形 然後另外一邊 那是用趕快 給它畫個 大三角形 然後剛剛的那個 spunch 給它暈開 然後因為這個concealer呢 比我的 喔 突然天 陽光變不見了 現在冬天 陽光真的是很難控制 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露到一半 就黑露到一半 又亮真是 有點煩 但是 沒辦法 沒辦法 Anyways 這個呢 因為它算是比我膚色淺一點點 所以有時候喜歡給它 放在鼻子上發 然後我這邊有時候 紅紅的 所以就給它弄這邊 然後這邊一點點 因為呢 比皮膚比較 淺色一點點的話呢 當你弄上去 就會有一種 比較亮的感覺 然後 比較亮的話 因為你知道嗎 黑就是 就是比較 顯瘦 然後 白就是比較 不顯瘦 然後 一樣的道理 所以呢 你比較亮的地方 就看起來比較凸顯 所以 鼻子給它弄這樣 這樣 鼻子看起來比較凸 這樣不錯 OK I got that going on And then 再來呢 我通常如果很忙 或是沒時間的話 我不會用粉底液 我就直接 就是這樣就好了 但是呢 因為今天時間多 所以呢 我就要來用點粉底液 我用的是 L'Oreal Infallible Pro Matte Foundation 還不錯 我喜歡 所以呢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就把它塗到我全個臉上 好 喔還有你們喜歡我的耳環嗎 他這副耳環是我媽咪給我的 他並不是聖誕節給我 但是 他要給我的時候 看我第一次戴的時候 我同時說 哎呦怎麼有種聖誕樹的感覺 所以呢 想說 現在是聖誕季節嘛 那就戴這一副耳環囉 我喜歡 它挺可愛的 Anyways 我繼續用我的粉底液 OK 我的粉底液差不多都 均勻了 所以呢 可以開始 用我的 阿啾阿啾 要用阿啾阿啾嗎 喔不是要用阿啾阿啾 我要用粉底 我怎麼要用粉底呢 因為現在我粉底液弄到臉上 所以就是 濕濕的感覺嘛 然後就是你如果有 臉有油阿還是什麼的 它就會很容易就掉光光了 所以呢你用一點粉 原來像是蜜粉的感覺吧 然後你就給它 set your foundation 這樣子呢 你的粉底液才可以持久 一整天 然後呢 我這個是Loreal Pro Matte Foundation 所以呢是有顏色的 基本上你通常 set your foundation 好像是說它用沒有顏色 但是呢 我個人覺得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所以呢我就買這個 因為我買這個如果沒有用粉底液 我可以直接用粉底 那這樣子的話呢 一物兩用 就是這樣 如果我沒有用粉底液 我就是用這樣子給它弄上去 阿但是現在有粉底液 我不想把粉底給它 就是這樣做這樣的動作 所以我把粉底弄得 就是到別的地方 剛剛擦上去 然後覺得又把它擦掉的感覺 所以呢我就是給它 這樣子點點點給它點上去 啊我有一點在流鼻涕 OK 啊 there's that and then 我要用什麼勒 來用阿嬤阿嬤好了 我最近呢超級喜歡這個Pixi by Petra 是從Target買的 然後它裡面有一些比較屬於 啊 哎唷喂 嘿嘿嘿 它裡面有一個比較屬於紫色系的那個 那個感覺 那個感覺 所以呢有一種 感覺好像是 Holiday的這種氣氛 anyways 嗯 我今天要用什麼呢 那個 我先用咖啡色好了 因為呢 我就是剛剛說的嘛 我並不是一個專業的彩妝師 所以呢一切就是 我感覺阿嬤阿 的阿 我感覺阿諾阿 所以呢我就先給它一點點咖啡色 然後一點點亮亮的 這樣子兩個在一起 然後呢我就給它抹上去 整個眼皮給它弄上去 不一定我每次都是這樣畫 但是今天呢 我就是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太麻煩 有時候我會先什麼 先底一個顏色 然後呢 邊邊一個顏色 然後再給它混上去什麼 今天不想 今天這樣覺得有點太麻煩了 所以呢今天就是 深咖啡色跟亮亮的顏色 然後再一次給它全部放上去 然後沿著你的眼球的那個弧度 給它抹上去 OK Pretty good I like it I like it 然後呢再用另外一個顏色 我喜歡 我要用那個亮亮的顏色 然後 因為我只是要給它點上去 所以我喜歡用我的手指頭 所以呢我就 嗯 今天給它用個 上面的這個淺淺的亮亮 然後就給它點在眼球的中間 還有 然後眼角這邊給它弄上去 再弄 左邊 眼球中間 然後眼角這邊給它弄上去 欸我這樣子弄 然後看著鏡頭 覺得自己有點好笑 有點要分白眼的感覺 Let's see what else 眼影放上去以後呢 用畫眼線 我用的是這個 Physicians Formula的眼線 然後呢它長得像是這個樣子 眼線呢我喜歡 先從 從 中間畫到 旁邊 然後再從裡面畫到中間 然後再去弄 那個 小貓眼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這樣 先從中間 畫到底 底 畫到中間 然後再從 眼睛內側 往中間 畫 第一次邊畫眼線邊錄 真的是有點難欸 然後呢要畫旁邊那個 這樣翹起來 所以就是 這樣子 OK That doesn't look too bad Alrighty OK 眼線畫完了 就是這樣 哎呀 邊錄邊畫 真的是還蠻困難的 下次再 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子 我眼線畫 想要再看清楚的時候 你的話 你跟我講 然後再重力一次 然後再想辦法 要怎麼樣錄 才會變化 邊錄 非常困難 OK 廢話不多說 再來呢 我想要幹嘛 我要用 睫毛膏 這個睫毛膏 是Maybelline Lash Sensa Sensa Sensational Luscious Full Fan Effect Waterproof 嗯 我沒有夾睫毛 因為今天 也不想夾睫毛 所以就給他 弄上去就好了 我通常不喜歡放睫毛膏 因為睫毛膏很難寫 但是為了你們 或是為了我老公 打扮漂亮一點 放睫毛膏 好看另外一邊 好看 好看 那不錯 不用太完美 哈哈 OK 再來呢 我要畫的是 我的眉毛 我用的是 Anastasia Beverly Hills and brow Powder Duel and Ebony 它長這個樣子 兩邊不一樣顏色 但是我 就兩邊一起用 所以其實它有一不一樣顏色 或是一樣顏色 對我來說 沒有差 然後我拿一隻這樣子 Angled Brush 然後呢 我就從 中間開始 朝著眼睫毛的形狀 開始畫 我比較喜歡自然的眼睫毛 自然的眉毛 所以我不喜歡 就是 太 凸顯 眉毛的形狀 OK 然後呢 再換另外一邊 好 好 I got my eyebrows on and then finally 要做什麼呢 喔 來個曬紅好了 So first of all 我喜歡用 一點 那個比較深色的顏色 然後用圖是幹嘛呢 就是呢 因為你有時候把 那個什麼粉底液放上去 然後你臉整個都是一樣的顏色 所以呢 你就是要用 比較深一點的顏色來 雕塑你 臉部的形狀吧 所以我拿一個深色的 然後在你的這個 這根骨頭的下面呢 往上 就會讓你有一種 就是 臉比較瘦的感覺 然後呢 從這邊畫下來 這樣 就是 黑就會顯瘦嘛 所以就是 邊邊 然後骨頭下方 然後你這邊的骨頭 然後還有另外邊 但是呢 這實在是有點麻煩 所以我並不是每次化妝都會做這種事 是因為今天要約會 要看美一點 Alright That's pretty good ok 所以呢 這就是把它 用深色把它弄凹進去的感覺 再來呢 就是要用亮晶晶的顏色 然後塗顯高度 所以呢 我拿的是Pixi by Petra I got some highlighters 所以這個呢 就是highlighter 它是那種亮晶晶的感覺 所以呢 我用一點點 然後 在你骨頭 因為你骨頭是在這邊嘛 對不對 所以呢你如果在這邊亮晶晶的話 他就會覺得這邊好像骨頭比較 比較凸顯 然後就會有3D立體的感覺 然後再換另外一邊 看得出來也不一樣嗎 然後再來鼻子 然後這邊 然後下巴 那邊 那邊 OK OK DOK 那邊 Oh對 Anyways 我通常不會用力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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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買了這個 聽說還不錯用 所以我想說來用用看 那時候我不喜歡 當然不喜歡擦 擦那個 那個 因為擦了 Lipstick塊 我就不可以親我老公 哈哈 哈哈 那是個原因 為何我會用上 Lipstick OK 讓我們看看 這個很好 我聽說它很好 所以 讓我們看看 OK OK 這就是我化妝完的結果 What do you guys think OK